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世界电视 学中文已经是全世界的趋势了 位于盟式的中山华文学校 强调以眼、手、耳、口、脑的综合反应 相互搭配运用 并以最先进的电脑操作 加上以英文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音教学 同时学习繁体和简体 让这座历史悠久的中山华文学校成为许多家长 让孩子们学习中文的优先选择 我觉得现在小孩应该学到这种语言 对他们将来不单只是讲英语 也会讲普通话 对他们将来一定的帮助 现在这个世界的趋势都已经 中文已经比较 所以中国也比较在世界上也算有一定的地位了 那小孩子的话第一母语也应该学点中文 这里的环境很好 很舒服 你进来看到就很 那个老师很耐心的在教 在Montry Park有两个分校 办中文学校的 有礼拜六的上午下午 也有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 补习班跟教中文的 在Kanoga Park我们也有一个分校 有很多其他的活动 跟教中文 我们的特色就是说 只要你会打字 就能轻松学中文 跟别的有所不同的地方 打字比写字容易 那加上跟电脑上的互动呢 你就觉得学中文比较有趣 那小孩呢小孩呢就比较感兴趣 学的就比较快 中山中文华文学校 也有老人免费的电脑班 我们也有很多长姐来参加 我们希望我们有机会 有为大家服务 所以如果你们是60岁以上的 想学电脑的 请你快点来报名 那么还有呢 我们的星期六的小孩子的 华文补习班也技术招生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中山华文学校除了平日中文课程 熟期也特别开班招生 让孩子们充分利用假期 周一到周三的早上 还特别为长者们开设了免费的电脑班 针对不同需要 也将陆续开设不同的课程 如果您有兴趣 可以打电话到 位于蒙特利公园市的中山华文学校 报名专线是 六二六二二 六二六二二 世界电视记者 蒙世采访报道